在结束对韩国的访问后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于周二深夜抵达菲律宾 周三 奥斯汀慰问了驻飞美军 并与菲律宾官员会面 商讨增加美军可以使用的 菲律宾军事基地数量 美军增加菲律宾驻军的主要目的 就是要防范中共 在未来几年之内 可能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 所以美方不但要增加 在菲律宾的驻军基地 那美方在日本的冲绳地区 也在增加部署 来吓阻中共对台湾动武 2014年 美菲签署了强化防务合作协议 目前美军可以使用的 菲律宾军事基地共有5个 但美国一直希望将数量增加到9个 新增基地的地点 包括北部的旅宋岛 和南部的巴拉旺岛 美军希望在菲律宾 西南方的巴拉旺岛建立基地 也是为了帮助菲律宾 在南海地区 抵御中共的军事扩张 应对中共的军事霸凌 来维护南海的自由航行权利 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 2022年6月上任后 美菲强化防务合作协议 获得进一步推动 两国的军事合作也得以深化 与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 时期的政策有明显不同 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 对中共的态度 一直是模棱两可 暧昧不明的 他想要通过跟中共保持友好 来换取中共的投资合作 反而让中共在南海持续扩张 甚至多次攻击了 菲律宾的船只与兵力 造成非国主权损失 所以小马克思上任之后 就抛弃亲共路线 加强与美国合作 来务实地防卫非国主权 新唐人电筛记者01采访报道